大家好我是Spark 前陣子在中国有一个女司机在倒车的时候 先撞一辆Mercerati 然后再撞一辆BMW 然后再猛撞一辆Audi 这种事情我们都不希望发生在我们身上 但是有没有想过突然间有一天 我们不小心真的是撞到一辆豪车 比如说他像Ferraris这样的豪车 请问有赔吗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我今天要特地邀请到ORC Group的Raymond Fong 来为我们讲解 在什么形象有赔什么形象没有赔 他们的公司是马来西亚顶尖前五名的商业保险顾问 我们有请Raymond 大家好我是Raymond 谢谢Spark 今天请我过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假设今天我驾的是一辆小车 好像Viva这样的小车 我不小心撞到一辆好像Ferrari样子的豪车 假设我的保险是有效的 我有买保险 请问有赔吗 当然有 如果撞三辆的话 那三辆都是Ferrari样子 你撞到完有得赔吗 也有得赔 然后Maximum 到底可以撞到多辆 其实没有上限的 你撞十辆也可以 OK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驾的是世界吃 然后你有买保险 如果撞到人的话 赔偿是没有上限的 如果撞的是资产 好像吃也没有上限的 哦这样子我就放心了 因为我这样子我撞多辆 这样子我都是OK的啦 对 但是如果你驾的是罗里这种商业吃 保险的索赔就有上限了 哪方面有上限 创造人是没有上限的 但是你创造第三节的资产就有三百万的上限 哦 Let me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所以如果撞Ferrari一辆一百万的话 撞到第四辆 比如说超过三百万的话 我就要自己赔上 那个责任在于我这边 对 如果你驾罗里 哦明白明白 但是我觉得一个问题是 今天如果我的license 我的驾照刚刚好过期 或者是我的字额没有license的 驾我的车 然后去撞一辆Ferrari 请问有赔吗 如果你没有驾照 或者驾照已经过期了 那保险公司就不会赔了 啊 如果我是那个车主的话 被撞吗 就是说你撞我 因为你没有license 你没有驾照 你的保险没有赔 对 那样我要找你赔对吗 所以我应该怎么做 第一你要去报警 第一你要去报警 拿那个 police report 然后去跟自己的保险公司索赔 但是前提你要买综合的保险 哦对对对对 所以综合保险跟第三方保险的差别就是 就是说今天第三方的保险是给第三方claim的 今天假设我撞你的车 今天是对方受损的话 对方就可以claim我这个第三方的保险 然后综合保险的话 就是今天我自己损害我这辆车的话 也可以claim对吗 所有的SPA 你很聪明 哦 如果给我自己的保险的话 就是我自己保险的limit 对吗 假设我买8万 for我自己的车的话 所以8万是total loss的话 就是完全坏到完的话 我最多可以变8万对吗 他要看你claim的时候 那个market value是多少 市场价钱是多少钱 如果我不要claim我自己的保险 因为如果我知道我claim我自己的保险 我的NCD会forfeit掉 什么是NCD就是说 假设我六年以来都没有去 索赔我这个综合保险 这样子本来这个保费 我的保费可能8万块的 车的保费是每年是1000块 这样我的这个1000块 就可以折扣一个55% 但是如果我去索赔了过后 这个折扣就会没有去 就要重新开始了 我们刚才讲的是 那个人没有listen嘛对不对 现在你叫我去claim我自己的保险 如果我 不要claim我自己的保险的话 可以吗 我要claim他 首先你要去警察局报案先 然后因为他没有 驾照驾驶 这个属于刑事案件 这个是犯罪 警察会提供他 无照驾驶 损坏你的资产 然后你就要找律师 停出民事输送来向对方索赔 可是如果那个人没有钱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哦 ok ok 所以能的话就买全当位保险comprehensive 最好就是买综合的保险 然后如果假设我的车是停在那边 然后我不在这边 然后不小心有人创到我的车 然后找不到那个人就跑了 过后怎么办呢 然后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 去你的保险公司跟他们索赔 哦所以是一样跟回自己的保险 对 但是我的NCD 我的Discount就没有去咯 那没办法咯 哦吼吼吼 是是是 今天非常 谢谢Rainman为我们解答 帮助了我心中的很多的疑问 OK 非常谢谢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 可以帮助到你的朋友的话 就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如果想到我们这下影片的话 也是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然后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